在開始今天訪問前 在我們IG經已連線 可以看完這個訪問 由Nancy Kwai來到我們熱鬧樂壇 在IG上面 我看到很多心心在這樣派上來 而且說很漂亮 這個仙氣逼人的Nancy 終於來到我們戚餐樂壇 歡迎大家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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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你也和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Nancy 就是這樣的性格 比較害羞和害羞和大家做訪問 對呀 很害羞和害羞 我有點捨孔 為何怕太多人 或不知如何面對 好像一有多些人 我就不知道要說些甚麼 好 你當這個直播室 你看到你熟悉的工作人員 Woodie和我 只有三人 其實很少人 當沒有人聽的 歡迎Nancy 其實1月初已經有TESA這首歌曲 終於來到最新的這首 叫做Look Into My Eyes 就來到和我們聊天了 這幾個月內 其實也有很多工作 看到你可能拍過洪家豪的MV 甚至在我們DJ MC LIVE 音樂會 也在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畫面上呈現 還有錄了很多新歌 其實加入了樂壇這一年左右 是否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領域 Nancy 我覺得是真的嘗試了很多東西 這些經歷對於自己的人生 是一個新的範圍 對於內向的人來說 算不算是一個解放呢 多說一些關於自己的事 多說一些關於自己的心聲 還是有更多的壓力 要迫著多說一些東西 一個挑戰 反而是一個挑戰 那你怎樣踏出第一步呢 什麼時候開始想試試寫歌 或者試試唱歌 試試唱歌 就是一直一直都會唱歌 但一直都沒有想過 將這件事作為一個 一件很 serious 的東西去做 在機緣巧合之下 公司問我要不要試音 最後一問 我就想試一下吧 試一下吧 好像可以 因為當時我面臨一個畢業的情況 就在想究竟要做些什麼 唱歌對於我來說 就是一個還沒接觸過的空間 領域 所以想試一下 那時應該是模特兒公司 是不是 是 然後就說不如去滑納唱片試音 是 怎知道你當時用一首什麼歌去試音 我當時 咦 已經忘記了 很久之前了 幾年前了 不是啊 去年一首英文歌 一首廣東話歌 一首普通話歌 我是唱了黃飛的《約定》 如果是廣東話歌 那應該一試就中了 因為上年十月的時候 在港鐵站大型廣告 全新一代的音樂人 其中有Nancy出現了在畫面上 其實你也很快可以再錄音 很快已經可以出歌了 其實 因為第一首歌是T-SER 是跟Kiri一起錄的 那首歌是十月的時候已經籌備 十月籌備到差不多第二年的一月 那我們先出歌 那三個月到底算不算久呢 不算 正常的速度 以新人來說算快 對 算快 因為公司覺得 你出了 不要考慮太多了 試音後簽約就馬上出 而且本身T-SER 是真的打算作為T-SER 一分鐘而已 最後作為一首正式的歌才比較久 但慢慢做一做一做 就做到今年的第四首 好 好厲害 亦有今年的這首歌 有這首 Look In My Eyes Look Into My Eyes 作曲部分有隨號 有齊樂平 填詞有音韻言 編曲由Nick姐 監製亦有隨號 在凌亂的視覺之內 派出所有干擾你的東西 全力對照 眼裡只有一個人 今天由Nancy Quiet 她第一次上來 帶上新歌 Look In My Eyes Look Into My Eyes 這首歌已經到了第四首歌 應該是否錄音時已經很熟悉 錄音室的環境和音樂人合作 這次是第一次和徐浩合作 我覺得和不同監製合作都有不同新鮮的體驗 之前和Randy合作是有一種做法 徐浩合有另一種做法 所以每次和新人合作都要重新適應 都挺有趣的 還有一個學習 因為這個領域很新的 所以你去到錄音室的時候 都很乖很靜 好像現在這麼害羞 讓監製怎樣指導你去唱歌 還是你都很自然一聽到音樂 看到歌詞就懂得演繹出來 通常第一天的第一小時都很緊張 監製會說 你放鬆點吧 否則這樣錄不到了 我們都感覺到 你放鬆點吧 否則我們節目做不到 那你怎樣放鬆 深呼吸 深呼吸很搞笑 還是一般監製都會說 不如先吃飯、吃飯、吃飯、喝飲品 或者聊聊天 了解Nancy喜歡聽什麼音樂 了解多點你的人才錄音 有 因為這次還有另一位同事 填詞的Aaron和我一起去 她也幫了我很多 因為她本身跟徐浩熟一點 大家一起聊天 再吃甜品才開始錄音 真的很輕鬆 錄音的時候 公司很多熟悉的朋友都陪伴著 小樂平也是 公司A&R 所以她也有份選這首歌給你 這首歌也有份寫 她的音樂很有趣 徐浩找了一個AI聲去唱 你是否當時聽到的音樂是機械電子聲 我當時一聽就覺得 哇 我怕他們對我的期望是這樣 我擔心我唱不到 因為那個AI聲實在太甜美了 或者很不懂得說 perfect pitch 所有音都很準 因為它是電腦 對 電子 我們也給大家聽聽這個有趣的展示 好 聽到那個甜美 當然可以令Nancy很自然很舒服地唱 其實你跟公司談及要做一個怎樣的歌手 是否希望舒服點或有夢幻的感覺 其實也有 其實整個項目 我們不要說都有夢幻的感覺 但我覺得更加就是 我們每一首歌每一首歌都試出來 因為我之前也沒有接觸這個音樂 他們了解我都需要時間 想不到我唱這首歌的音樂 聽Demo的時候是這種感覺 但我唱出來又是另一種感覺 然後發現Dreamy也挺適合的 而且第一首歌是真的想Dreamy去製作的 然後發現之後又可以接觸到Dreamy的主題 所以今年就是這樣做 其實也有幾個風格 Count to Three比較節奏強勁 即是明快一點 你自己喜歡哪一首歌 可能平時選歌或聽歌時 都會喜歡一些歌曲 還是喜歡一些發夢飄飄飄飄的 我自己很喜歡T-Sir這首歌 我還覺得很夢幻 而且它是用英文唱 我覺得比較容易處理 英文的音就容易發一點 是的 去到錄這首歌的時候 廣東話歌詞有沒有挑戰自己的難度 打掃眼震 很難 聲調又發不適合 尾聲又發得不夠準確 原來一到錄音的時候 這些瑕疵是很明顯 都用了一兩天的時間去調整 跟之前比較做的歌 都是用多一點時間去做 嗯 那為何會最後做出來的感覺 好像更加Dreamy 比起Demo 我們都試了幾種不同的Presentation 最後監製就覺得這種Dreamy 比較Aerie的Presentation 可能更加適合這首歌 即有一個遐想 或是更加適合自己的聲音 對 還有你的年紀 對 比較少女 覺得這首歌詞有哪些內容 或部分都比較貼合自己的性格 即是那種很明顯讓她知道 我很喜歡她 但我永遠都不肯說 你是這樣的 果然是內向的人 但現在很明顯 但這首歌在文案部分就說 其實大家對望幾分鐘就已經有感覺 你覺得這件事是怎樣的 很危險的 你現在和Woody試對望幾分鐘就終於 不要再跟梁文藝對望 有試過經歷這件事嗎 有的 因為之前一向是做Modeling的工作比較多 對著鏡頭其實不是那麼害羞 如果看著鏡頭就可以看很久 但我發覺真的要看著一個自己喜歡的人 就真的不敢一直看著 所以用以區分 你究竟喜歡她還是不喜歡她 就是看看你究竟看不看得緊她 這個看她多久 就是用來確認你是否真的喜歡她 對 如果可以一直看的話 就可能真的不太喜歡 但入行之後 除了對著鏡頭 亦可能有很多對手 那些對手可能只是 林開工今天才看到那位對手 那會否有點尷尬 還是沒有了 一到鏡頭開工的時候 導演叫Action 我就會很快很專業地投入到 好像是… 總之你叫Action 我就可以做得到 可以抽身 我就是你的角色 其實自己可能有很多硬照的工作 或者有MV的部分 自己有甚麼想做或目標 希望可以憑著Nancy Coyne 這個個人品牌去發展出來 我自己一直都很想試填詞 本身想做歌手 都是因為想來這個填詞的東西 近一點 我就很想下年可以真的填到一首 廣東話的歌出來 但我知道很難 我想看看可否試試英文 然後再慢慢來廣東話 那當初為何不喜歡填詞 有甚麼吸引你 對…有否有些廣東的歌詞 曾經有些廣東歌詞 很深刻的 一說起大家都會有共鳴 林植的歌詞 因為之前聽過其他歌手的歌 是林植填詞 超喜歡 在腦海裡 你自己有沒有寫一下 有空呢 在手機上寫下 或是有一本日記、notebook 記載著 有的 我自己有寫日記 還有寫散文的 而且一向對中國文學 比較感興趣 就是對文字 會在想 在文字加上特定的聲調 成為一首歌的歌詞 究竟是怎麼去做呢 這件事是很有吸引力 在这里 《戏差乐坛》继续陪你热闹乐坛 直下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个钟仔订阅 想随时随地听回精彩节目内容 快点订购商台节目重温啦